東山機場的跑道 昨天早上七點多居然闖入了一名 六十五歲的男子 在跑道上騎自行車運動 塔太人員發現之後 緊急關閉跑道 並在十分鐘內成功將他攔截 警方表示未來會增派警力執勤 避免類似的狀況 再次發生 還好當時跑道沒有班機起降 沒有釀成意外 但是這名男子的行為 已經影響到菲安 違反民用航空法 將會挨罰五千元到兩萬五千元 這也是台灣第一次發生 有民眾把腳踏車 騎上機車跑道的案件